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延續著青山福地的Part 1 我們現在就向青松紅角月牙谷五道水出發 繼續我們的Part 2行程 如果大家對Part 1的路線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一條片 看看怎樣去這個十字星石 向花爐頂和大蘭溪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繼續延續我們的Part 2行程 向青松紅角和月牙谷進發 路口了 那條路應該過完間之後 過完溪之後 橫過後 右手邊 就有路繼續全走 如果你不去麵包石的話 過完間就直接繼續走就可以了 大家見不見到那些葉有尖刺蠟 這段路離開間上這個位 就會經過這些有尖刺蠟的草 但是沒有的 又未知一定會有尖刺蠟 小心點 慢慢攔住過 慢慢撩開它 都可以 都沒有尖刺蠟 穿過大蘭溪之後 再穿過一些有勒的草之後 就來到開陽的位置 繼續又是些浮沙碎石 慢慢上去 回頭看看後面 剛才我們下來了的沙石路 下來了中間的大蘭溪 上來這個比較開陽的位置 再看看周圍的風景 直望的深圳 深圳灣大橋 沙石下面的沙 跟著青山福地一帶的山脈 轉過去右邊見到青山 下面的堆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路 剛剛上來這段幾崎嶇 有少許分差路 但是到最後都是上同一個位置 這樣就不需要太介意分差路 如果大方向是對的都可以照去的 先拍照 我們在青崇嶇的方向 就是微微轉右的 先看著青山方向先 走那麼多都是要再轉左 就不是去青山 今天我們不會上青山頂 落到這麼少拍一拍我們走什麼路 又是這類 浮沙碎石 煽死人的落山路 望向左邊 已經是青松紅角那邊的位置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帶過去 八球黑和黑島 這個差不多90度角 轉落山 然後再向這個方向上 來到青松紅角的分岔路口 見到有左右兩邊兩條路 我們應該要靠左邊的路上去 但是我今次會選擇 走右邊 上一上一個高小小的位置 看一看整個青松紅角的觀景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正向望著青松紅角的一個小斜坡位 浮沙碎石都非常滑 如果真的有心想的時候 真的要千萬小心走 不要滑 這個位置非常之正 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整個青松紅角的外貌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非常之值得上來 但回回頭 當然上來這個位置是一定的難度 大家看完片之後 行行行覺得靜不值得上來這個位置 近距離看這個這麼美的風景 始終路況是一定的難度 看了當去都OK的 不是一定要爬到這麼高 放磚燈上來這個位置拍一拍景色 先打個鞋子才可以 接著下去 看回頭看看我們剛才走了什麼路上去 其實前半段都OK的 上到頂位就比較滑 下回來之後 我們就靠左邊這條路上去青松紅角 其實路況都有些崎嶇 不過最左的位置比較好遠一點 走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這一段就是上青松紅角的浮沙碎石路 我們走到一半的時候又看回外出的情況 這邊看就沒有剛才那邊看這麼美 但都見到一個峽谷的情況 鏡頭對面的位置就是我們剛才身處的位置 剛剛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下回來 再從這邊上回來 我們現在的位置 你見到上的位置其實是非常之斜的 那就要選對路上 靠右手邊一點就會好一點 休息了一會再看看這些路 我想回你為什麼上年我們玩這個PTL 那時候粗一些蘭山 不找這些路操 只是過這裡已經夠玩了 真是完全不斷了 好 繼續向前走 前面這個位置 有點險峭 好像這個一線石一樣 如果這邊看是不是嚇死人 大家滾下去 四五層樓高 但是呢 實質上 旁邊也有條路的 不用那麼害怕 加上這條路 連邊 基本上是兩個人都可以 那你選擇邊 即是一個人走 其實邊還會斜斜地 今天真的沒可能會滾下去 除非你搖搖鎮 就是爬就沒辦法了 爬就不要了 爬就不要了 身前一點點 拍多次這個位置 都真的幾壯觀 紅角之後呢 就有一段好日子走鎮 接著我們下一個 打卡位 景點位 就是懸崖谷 慢慢走 一直走 四周 欣賞一下周圍的山景 坦白說 不會經常來的 天氣 走得更好 天氣 由剛才那個青蟲紅角 去到這個懸崖谷 大概五六八米左右 類似的樣子 都有一些險峭 有些風化了懸崖壁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慢慢走過去 回一回氣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名氣的關係 給名字是否多人留意 在這個青蟲紅角 這個懸崖中間的位置 看見地圖上的位置 這裡一樣有一個類似的東西 一樣有些險峭 兩邊看都有路可以上到山 不知覺已經走到這邊 但我不會上去 其實也挺漂亮的 幫我拍照 回看左手邊這個不知名的谷 再看它的後方 再過一點點 這邊看過去好像心形的谷 不知大家見不見到 又是挺有趣的 沿著這個不知名的谷後面 有路過得到 這個青山福地 實在太多古靈精怪的景點 這個新型的峽 挺有趣的 不知有沒有機會過去呢 先記錄一下 在這個沙漠山坡的位置 我看到它的另一邊 微微落山方向下 未去到月牙谷的位置 已經有個很清楚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月牙谷 這邊又是四五層樓高的峭壁 這個位置 就更加險峭了 那我們就再落低一點點 再看多一次 我就不選擇走這裏過 走旁邊的路過 現在和大家走旁邊的路 其實要過都過到的 心理壓力大過實際的危險性 但就沒有需要搏 免得很害怕 回頭 回來這個位置 之後 我們就沿著前方的大石 微微向下走 這條小路 就是月牙谷 正正前面看到的山路 即是現在地上 你看到黑色的路段 走一半 我們回望 我們在月牙谷前面的路 走在什麼情況 前面這條路 就是我們走下來的路 都是崎嶇的 這個方向就是月牙谷的位置 如果剛才我過了的位置 就會沿著這些山脊 在我們現在的左邊 微微向前走 我們也是在這裏向前走 走前一點 就有個位置 就會接合在一起 相對的 這條路都遠了 但安全性高些 出來玩球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選擇走這邊 來到這個位置 有一個峽谷的位置 其實這裏周圍都有 要改名 也有很多名字 可以被人認購 OK 繼續向前走 這個是很深的 四層樓高度 再往左邊 這個位置很清楚 看到月牙谷整隻月牙 不過這個位置 看不到弧度 當然 但只能看到那個險峭的情況 我們就在月牙谷的正面 這條路就 都不容易很多 都是浮沙碎石 但就沒有剛才兩邊柱壁那麼危險 好 這段相對 沒有那麼多浮沙碎石 先出一下水 講一下危險 一個人行山 始終的危險性 尤其是走這些 危險度數比較高的路線 一定要把這條路線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正如我之前的某段影片說過 我都會把我行山的 一個人行的路線 交給我的經理人 讓他保持著 保持著條路線 某個時段 真的聯絡不到我的時候 起碼都可能會有些 留心 看看我會不會有問題 等等 放回給你的朋友 最好是熟悉行山的朋友 有事在上來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 你行什麼路線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要有這個習慣 這個大空底 接著如果我們走這個月牙谷 下來 會經的位置 來接合 這個月牙谷 我之前都是看過沒來過 這次叫最近的了 想不到來到這裡 都是看了當去了 和大家看片一樣 走到前面看一看 就當去了 OK 接著我們下一個的景點 就是五度水 沿著前方方向走 現在拍這一段的落山露況先 前面見到一條雙青溪 即是告訴大家 距離這個五度水 到一二百米就到了 這條溪就沒有大冷溪 那麼正的水 亦都不抹臉 但是拍一拍的環境 都挺漂亮的 前方就是我們要走的路 又下來這條雙青溪 總之剛才我們走溪走 更舒服 好熱 挺不順 濕一濕 先把臉 看到這個C29EN 這裡的位置被圖顯示 就是五度水的位置 我們繼續沿著雙青溪的右手邊 繼續向前走 終點方向是什麼呢 梁景村 都想提一提大家 免得不記得 這段路實在有非常之多浮沙碎石 亦都會中間涉及穿插一些物林 有需要戴手套的就戴手套 如果怕刮腳 就穿上長褲 戴手套 就好些 要不然給一些草 樹藤 戴一戴 之後 再一些汗葉異葉 就有痕又通了 我習慣了 喜歡通爽一點 穿短褲就沒辦法了 自己考慮一下 需要哪一樣的取向 來到這個位置 距離梁田坳 就只有1.3公里 如果大家有留意地圖上顯示 走到這個位置 我記錄都成9點幾公里 還未到終點 之前是8公里鬆一點 會搞定這個路程 一來這段路 就很多的難位 也都中途我試過要找一找路 走錯過路 再加上一些景點 又 騰錯過騰入 所以紀錄的理數會多些 所以要預時間走這條路 就預充足時間 我建議就是預一日 就會穩陣一點 又經過一條水間 這段叫做五度水 不知道關不關乎 周圍有幾條水間 村流會墜 所以叫做五度水 我猜是這樣 不懂 如果有錯 就凡請更正 我們就穿過這一道水 然後就 繼續我們的良景方向 除了理數多了之外 大家都應該可能會有 好像左邊的地圖 其實條路 跟預計是有少少微微偏差了 橙色的路線 我現在走到另一條路線 最主要是因為 其實很多路是同歸的 眼看這條路其實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看到這條路是早過 見到我自己原本的路 所以我就走了這條路 嚴格來說 當是錯了 但是看回的時候 最重要是否接得回 和路況處不處得到 如果是接得回路況又可以處理 那就繼續走 不行的就要回頭了 滑口未完 剛剛又走錯了路 幸好看地圖的次數比較密 剛剛錯了這條路 如果再錯下去 就接不回 輕輕回頭走到 1-20米左右 那 無論我建議 即是問我路線的朋友也好 或者只有路線走的朋友也好 看密些地圖 因為這條實在太多分支路 以免走錯了 有些路放錯了 就沒什麼問題 之後就同歸 有些錯了就完全去不了你的路 有些最慘的是 有時候錯了你不知道 你以為是正確的 在這條路 借顧看看風景 休息一下 我們距離梁田坳 還有1公里左右 在我們右手邊 會見到青山 青山不斷在我們附近出現 由左手邊 前邊 右手邊 總之硬是我們不上去 後面我們剛才走過的路 崎嶇險潮 今天就一定是高難度 加上這樣的天氣 這段五度水 去梁景澳的一段 有少少惡搞 惡搞在它不是很難的路 但是很多蜜草 最主要是沒有風 遮住 都被罩著 來到這裡好少少 焗到想暈的感覺 慘了 被太陽曬 還有綿綿的長路 看不見盡頭 好累 非常之累 但都要拍下來 因為眼前這條路 好像比剛才那些容易很多 慢慢走便可以 不是最難的路已經過了嗎 但是呢 因為積聚了 剛才處理那些難路 這麼多公里的體力 其實來到這裡 都累的了 無論多強都好 都會看到下降 強有強降 弱有弱降 總之來到這裡 你只要走 都應該是降的 這樣呢 都幾吃力下 再加上 沒有風那下才是要命 那 大家如果真的走這條路線 又來到這裡的話 就不要心急 慢慢硬上去 設計這些情況 心急 更加容易出事 繼續走 回望吧 剛才有個崎嶇的位置 跟著一些略為崎嶇的路 上了這個位置 前面開始開陽了 莫非已經有好日子過 忘記了 這段路斷斷續續走過 但整合懷感走法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印象都比較模糊 上吧 上來這裡 四通八達的 左手邊有路 前方有絲帶 右手邊也有路 我們是前方跟絲帶走的 不要走錯 走錯 又要回頭了 前路這個位置 又看見深圳 一邊拍一邊走 要小心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現在應該接合一些 比較普通的山路 那些 流沙碎石 那些 剛突突的山徑 應該就已經結束了 前方也都已經見到 青山均路 看得見了 我們今天的行程 差不多到終結了 趁未出道去良田 靠靜點的時間 我們為這條路線做了總結 這條路線簡單來說 一條非常難的路線 七點幾公里 如果計上龍古灘 那段馬路 就八點幾公里 除非非常熟路 就算走過的話 都要遇有迷路的心理 沿途要做足資料搜集 之前要做好準備 密些看地圖 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如果怕擱手擱腳 穿上長袖衣 穿上長袖褲 穿上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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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各個位置用得住 但有些位置一定是幫到你手的 好了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有人在這裡住的位置 我們先找一條路下山 在這邊 過完這個位置 一路下山一路 繼續講完總結 未走過的 我都不建議自己 拿著地圖 這樣就供上來 有一定的難度和危險性 再找一個走過的資深朋友 一起走就好一點 初家朋友就不建議 真的看了就當去就算了 有心想走的 走多些路線 訓練自己 適應到難一點的路 再去試 這樣就會好一點 來到梁田甲 前鋪的頂位 四周看看吧 內面的九徑山 後面的青山 後面的青山 前一點就看到青山均路 直走就會去到這個白麗 前面那條路再上 就是乾山 杯寧雙道的 這個叫杯寧寺 就是零道寺 總之就是另一邊 青山一邊 另一邊 應該是杯寧寺 好 我們就會轉右 跟著就下山了 下山之前就說多一句 這裡還有很多路線可以玩 只是杯寧雙道 行街百泥 這些都 有很多路線可以試 有機會再和大家一起走 到片尾的最後 多謝大家的收看 正如我之前所說 難又拍下二又拍下 希望幫到有興趣行山的朋友 有些喜歡簡單單單 可以給他一些建議 難的 可以給一些想去挑戰難度的朋友 先了解一下 再決定去不去 希望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的朋友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我 行山郊遊的朋友 記得訂閱之後 把鈴聲設定為全部 每次上片的時候 就有一個簡單的通知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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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